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中共国呢就是有点给我的感觉有点看外国的笑话 就说哎这回轮着你们了 你看那个字里行间写那些东西就类似了 在欧洲呢关键是以意大利为中心完全扩散开了 全世界已经超过了100个国家和地区 那在意大利北部以米兰为中心 米兰跨着这个威尼斯 这是意大利北部的两大城市 而这个大的区域呢 是整个意大利金融经济最发达地区 米兰是它的金融中心了 联邦政府决定以米兰为中心 包括威尼斯完全封城 就模仿这个模仿这个武汉 大概涉及到1600万人 14个省我不知道它省有多大 14个省 封城一直到4月3号 不许出不许进 另外一个就是韩国 韩国大邱呢是比较典型的 但北海道也好 大邱也好 它没封城 作为 比如像作为韩国 它的地域那么狭小 大邱是距离这个首尔只有200多公里 你这么长时间 你没看首尔出毛病 而相反的所有这个lockdown的 就是所有这个封城的 反而麻烦更大 那意大利呢 自己是这么讲的 意大利 它的米兰大学的一个疾病专家 病毒专家说 1月25号 1月25号 意大利是第一个切断 跟中国之间的航空联系 他说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意大利会这么严重 我们是第一个切断了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他说病毒呢 太聪明 太狡猾 所以不是我们表面看到那样 我个人觉得他说对了一半 意大利 比如说现在封城 它的做法跟 就是从中共国学去 学过去 那同样都是封城的 同样是切切断交通的 台湾就非常好 意大利就非常麻烦 那香港没有切断交通 但香港又没事 114个 死了三个人 你现在这个这个 意大利是从2月底突然爆发的 到现在对头算 不到10天 7000多人 死了300多人 他死亡率高达5% 这个就是 你是不可 就是不可理解 不可名状 但是意大利 是所有发达国家 跟中共签订 一带一路的 第一个国家 他大概从那一带一路上 能拿到25亿 现在他不得赔上千亿啊 也是最早不拒绝 华为5G的国家 所以他是跟中共走的最近 也就倒霉倒最大 两个大区的政治人物 区长 加上他陆军参谋长 现在都都舍菜了 所以这是一个 在我眼睛里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 非常典型的状况 跟他类似对比的 就你可以对比成日本 日本在有关习近平 访问日本的问题上 基本给隔断了 结果看到在第5 如果习近平访问日本的话 在第5政治 中指声明当中 要有一带一路 跟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日本拒绝他到日本访问 那也就变成 你看现在日本 疫情增加很少 死的人数一直没死 一直维持在12个 12个 那条船上6个 当地6个 他大概这个状况 坚持了20 坚持了十几天了 也就说在意大利爆发之前 日本就这样 现在他还这样 所以他只要 他拒绝了习近平 他就保住了自己 关系就这么个关系 所以现在看就是 出状况都是跟中共走得近 那能跟中共一刀两断 麻烦事就少 网友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这是到了星期日的晚上 意大利确诊7400 死亡366 5%的死亡率 他说香港呢 增加了五个 这个 而日本今天起呢 取消了免签 必须隔离 这就是我们看到 香港其实没有封关 但是香港就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 这就我跟大家解释了 那香港人经历了半年多的 这个天灭中共抗议 完全拒绝共产党 这一点上救了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台湾 我个人觉得就是台湾 台湾有一个更特别的 台湾国民党刚选了 他的新的这个国民党主席 是新生代 大概只有四十几岁 这个人呢 拒绝承认一国两制 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结果在过往的时间里面 国民党的这个主席 只要一当选 习近平就发贺电 这个当选两天了 这个习近平到现在 现在也没发贺电 只是呢 大陆的相关机构呢 发了一个声明 说希望他能够坚守九二共识 那也就是说 国民党的这一次的选举 否定了在他过去时间里的政策 更加趋向于中华民国的民主国策 跟中共的距离就拉开了 那中共也不愿意了 反过来 那台湾就自救了 所以这跟香港出现状况是类似的 只能说类似 当然他比香港的概念呢 稍微概念不太好比 因为香港是全体人民起来 那台湾呢 是在以执政党为中心 以中华民国为中心 那作为人民做出了一个明确的选择 香港增加到114人 他说有一个印度旅游团 主要是七个人 那目前呢 香港就比较简单了 目前比较惨的就是在加州 在旧金山的外面 又有另外一位一辆 这个公主号游轮 三千多人 这旧金山呢 就不让他登岸 现在据说上面确诊 大概有二十几个人 那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据说谈好了登岸 但各个国家要去派飞机接他 美国变化比较快 到了周末500 死了21个人 他的死亡数据相当快的 你看一看现在日本 日本一直持续在12个 本土就就死了6个 一直维持到现状 那而美国就 他的变化太快了 有八个州进入了紧急状态 美国的CNN报道说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就其中的主要数字当中呢 他说有三个来自于武汉 46个来自于这个公主号船 另外停在加州外面的叫 另外一个公主号 有21个人确诊 死亡最多的在华盛顿州 18个 佛罗里达两个 加州一个 那目前呢 纽约州 马里兰 肯塔基 犹他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另外一个就是在他的马尔他 马尔他州呢 在这个华盛顿DC的这个旁边 马尔他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人 他是从海外回来的 结果呢 被确诊了 而在华盛顿DC里面 有另外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 被确诊了 他的麻烦就在于 他在日前星期六 刚刚参加了一个集会 共和党的集会 总统跟副总统都参加这个集会 他 而这个得病确诊的这个人 就是参加会当中的一个 所以所有人的矛头就 就关心了说 到底川普有没有问题 那舆论上说 他自己国内报道讲 说应该没问题 但是给我的 给我的感觉很清楚 美国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而世界卫生组织 到现在不定义大流行 目的就是偏袒中国 所以公信力呢 受到损害 那这已经不成为 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而在全球范围内呢 大家基本就是一种嘲讽的态度 对待他们是一种嘲讽态度 原因就是很简单 他为什么不定格在大流行上 一定格在大流行病上 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跟旅游 就会提升他的这个限制程度 特别是贸易 那中共国要急于恢复他的经济 所以作为一个主要的产品供应地 就是他的供应链的主要基础部分 上几十万上百万的货柜 积压在中国的沿海 那如果现在在WHO颁布这个大流行的话 那些货柜还要持续被停留在沿海 停留在中国的海岸 很简单 如果公布世界性大流行 那各个国家相互自己就得封闭 奥地利的总理就说 现在意大利把它北部封了 要不了多久 欧洲彼此之间就相互封关 也就欧盟就变成了不存在 相互封关就是为了减少流通 那如果WHO公布 现在就是大流行的话 那就会给中共国同样带来巨大的打击 所以几乎所有人认为 他不公布是为了袒护中共 那造成什么 那就会造成更多的人 在这种过程中受到伤害 所以已经有人提出来 WHO应该为那死去的人承担责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